今天咱们来炸糖糕 外脆里嫩超级好吃 锅中倒入900毫升清水 25克白糖 大火将糖搅拌融化 并将糖水煮开 煮开后转小火 将500克面粉分多次倒入开水中 用擀面杖湿进搅拌 搅拌至基本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案板上抹点油 将烫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均匀 拌开晾凉 操作的过程要小心烫熟 趁这个时间调点糖线 20克面粉中加100克白糖 10克黑芝麻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再来调购油酥 50克面粉加20克玉米油拌均匀 将它均匀撒在烫好晾凉的面团上 用抓捏的手法将它揉均匀 直至揉至像这样光滑细腻的面团就可以了 再将它搓成长条 切成热干斗分的小剂子 起其中一个小剂子搓盐 再捏成一个碗状 放上糖线 将疏口处捏合紧实 不要有裂缝 炸的时候才不会裂开 最后将它按扁 全部处理好 放一旁备用 锅中多来点油 油温六七成热 下入生坯中斜火开炸 刚开始炸的时候晃动一下锅 防止粘锅底了 炸的过程要全翻动 直至炸至表面金黄熟透 就可以控油加出了 咱们的糖糕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脆里面 各个空心 真的超级好吃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家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